我們看這個麗九 麗九這個題目是說 跳兩個物體M1跟M2 這樣放著的時候的話 它是不動的 也就是說這個張力 跟這個叫夏華力 以前我教那個國中文化課本說這個叫夏華力 事實上是中力在斜面方向的分力 這個叫夏華力 這個夏華力要抵消 然後你再把兩個對掉以後 這個時候的話 M1跟M2就有加速度 掉換以後的加速度是多少 這怎麼做 首先我們來看M1跟M2 它之間會有什麼關係 我們看這個張力T會跟什麼抵消 會跟這個重力 重力這個是等於M1 我把它投影在哪裡 投影在斜面的方向 這會抵消 也就是說T 減掉M1 這個應該是sin的角度 這個角度我叫θ1 等一下再把它給帶進去 這個角度 加這個角度是等於90度 所以cos這個角度 就等於sin這個角度 所以是M1 z 乘以sin的斜面1 這個是等於0 因為它沒有動 通常道理 通常道理 通常道理的話 這個張力跟著效法力要抵消 這個重力 這是M2z 把它分解在這裡 這個是7大2 一樣做一遍 T 減掉M2z sin7大2 這也會等於0 那我就把它丟過去 丟過去以後的話 這兩個T一樣 所以這個跟這個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M1z sin7大1 會等於M2z sin7大2 這樣的話 M1跟M2的質量比出來 比出來以後 我把這兩個對調 把這兩個對調以後 這裡就變成M2 這個 這裡變成M1 好 那我們知道了嗎 這個 7大1是等於53度 應該是這個 質量會比較大 這個是等於 這個多少 這個是等於M1 53度是等於5分之4 可以等於多少 這是等於37度 這是5分之3 就M2 還乘以5分之3 這樣子 所以M2它的質量比較大 所以它要往這邊滑 那往這邊滑的話 我一樣再做一次 M2比較大 這個時候 這個張力就變掉 變成T' 就是說 M2z sin 這是 53度 53度 這等於37度 sin 53度 減掉 減掉T' 這個是等於多少 假設交入度 A 交入度 這是M2a 另外這個人一樣 這個張力比較大 往那邊搭 T' 減掉 M1z M1z 3 3 37度 這個會等於M1a M1a 這兩個交入度一樣 因為這同一條繩子 這繩子不會鬆掉 也不會斷掉 所以兩個交入度是一樣 那我把它加起來 那就可以 求出他們的交入度 加起來的話 這個是消掉的 所以 這個是等於 5分之4 這是5分之3 5分之3 這等於 M2 減掉 5分之4M2 5分之4M1 減掉到什麼 這是5分之3 M1 然後乘以Z 那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那個 M1加M2a 那M1跟M2有個關係 我就這樣看好了 就是說 就是說 我M1 把它看成是3M好了 這樣比較好算 M2的話 把它看成4M 因為到最後M會消掉 帶進去的話 這個是一個技巧 所以 這是5分之4 M2的話 把它看成4M 減掉 減掉多少 5分之3 M1的話 把它看成3M 然後 這Z 它會等多少 M1是3M 再加4M OK 那這個M可以消掉 所以我就知道 A1等於多少 就等於 5分之4 減5分之3 沒有 5分之16 減5分之9 是等於5分之16減9 就是7 按Z M已經消掉了 這M都消掉了 A1等於5分之16減9 除了多少 除了7 3加4 7 好 所以這樣的話 就等於5分之1 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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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9